在日本的东京 最近则是举办户外设计展 展出了一座电子蔬菜棚 里头种植了七种真正的蔬菜 再跟七种不同的乐器声音结合 游客只要用手触摸蔬菜 就会响起各种的音乐 搭配五光十色的灯光兽 相当苦选 五彩缤纷的蔬菜棚 装满LED灯 随着音乐不断变换色彩 耀眼夺目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音乐竟然是里头的蔬菜 所发出来的 耸力在东京市中心 这座电子蔬菜棚 种了番茄 南瓜 萝卜等 七种蔬菜 创作团队把植物生长的声音 与不同乐器声音混合 游客只要用手触碰 不同种类的蔬菜 就会出现七种不同的旋律 用这些蔬菜演奏出一场交响乐 搭配灯光秀 让人耳目一新 拿起一颗大南瓜 瞧啊瞧 精心挑选各种蔬果 这些人买菜不是为了煮饭 而是要用蔬菜演奏音乐 把大黄瓜和红椒组装 竟然变成Saxphone 维也纳的蔬菜乐团演出前 得花三个小时雕刻 适应把五花八门的蔬菜 串动切片做点改造 立刻变成与众不同的蔬菜笛子 喇叭和小鼓 梳果交响乐竟然也可以如此激昂 舞台上散落一大堆大白菜 但不用担心浪费食物 每次演出后 听众还能品尝 用这些特殊乐器熬煮而成的蔬菜汤 我们在做一种蔬菜的蔬菜 和其他蔬菜的蔬菜 和其他蔬菜 我们在演出后 这些才华洋溢的音乐家 不但有一番好手艺 也让平时在餐桌上 毫不起眼的蔬菜 化身舞台上最亮眼的主角 介绍了平台评论员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